哈喽,大家好,我是墨金高一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榴莲是如何开花结果的 变业完了 这个应该是三月 这个大概五月 你看到吗? 哇,你看到 一桶八百块哦 二十米 哇,你看它的榴莲 它的花,看到了 知道什么叫火柴枯吗 这个就是火柴枯 现在这样就 如果下雨天多,就完蛋了 怎样讲呢? 下雨天多,它就脱了 脱了就 下雨天多,就变成雞脚 变成雞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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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说啊,你笨蛋了 所以不可以太多水 所以我们都太滑了 就是说,开花的时候 我们不可以淋水 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太多水 淋水没问题 怎样说太多水呢? 就是说 六水 三天 二天 二天 阿隔阿隔 就是我们浪水 都是阿隔阿隔 没有太多 没有太多 你看那些雨量很多 又没有淋水 完全不行 完全不行,停 不可以太多水 它真的太多水 一滴要 盖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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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 盖隔 不可以 这个会发过 第1 第1 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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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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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 第4 第3 第4 很重要 不可以太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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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掉吗? 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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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摞水太多 不要摞水太多 这个是第4 第5就是这样 这样 不是 第5是这样 大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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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一样 这个不是第5 这个是第1 所以 这个就是榴莲的过程 所以很多 结果的过程 这些我们的外国朋友不知道 今天就上了很宝贵的一课 这个榴莲 是这样的 大概你有20天的汉田 20天 要有20天 大概20天 没有下雨 叫汉田 它有那个 Gin Gin Intent of 开花 开花的 OK明白 意思是说你要有20天足足 它会把它的那个 Gin 打上来 就是这样的开花结果 这样的process 它有那个process 所以它经过那些天时地利的 很多 photosynthesis 太阳 这些 它才会 那寒寒20天 没有下雨 这样阿潭就来了 所以这个20天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如果没有20天 15 六天也是可以 如果你的树有做壮 它就来花了 好好好 所以这个荷物件 不是一年一季两季的 不是 actually it can bear fruit 哦 明白明白 意思咯 我们这帮柳人生过了 它又20天来 旱灾 它又会生 好像这样吧 OKOK 明白明白 这个是老板给我们上的课 但是你不能一下子多多 不要太多 小树就不要 这个人好像直接 一八零十一八零 不是说你榴莲有什么好种 擦裁税 就要等着这个20天 谢谢你老板